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4年出生于辽宁府顺 毕业于湖南湘潭大学 2009年 梁威在北京创立聚角映画 这是一家集电影 电视剧 漫画和动画预体的内容型娱乐集团 创立初期 专注为电影提供营销服务 先后参与制作 营销 发行 150余部影视作品 包括一代宗师 刚的琴 逆战等等 2016年 聚角映画完成地轮融资 目前业务覆盖电影制片 电视剧制片 电影营销发行 以及漫画 动画的内容研发与版权运营 有请今天的分享人 聚角映画创始人 梁威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 杨总 我听说很多人到了你的办公室 都会被深深地震撼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有突围症 这么多的手办都是你自己收集的吗 对 你有统计过收集了多少个吗 没有 因为还在继续 所以说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收集全世界的手办 对吗 其实还是制作电影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 宁营销过的电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那现在转型抓电影内容生产 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呢 对 我们现在已经拍摄制作了四部电影 最近也在开机拍摄新的电影 然后这些电影应该最近都有快要上映 然后也有明年要上映的 对 我相信您这样一路走来 有很多故事值得分享 那么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您 大家好 我是聚焦音画的创始人梁薇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梦想不能只做梦 也不能一直想要去做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就是在我小时候 每天跑到别人家有电视的家里去看电视的时候 就被人家的家长这个说成 你们家小孩是电视迷的时候 我父母并没有阻拦我看电视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影像就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想法 我喜欢看一切跟影像相关的东西 哪怕电视上放的是广告 当我读了高中 我父亲给我买了一台DVD机 在这三年过程中边喜欢电影边去自我学习这件事情 原来电影是这么好的一个能影响人 因为很多时候用了两个小时看了这部电影以后 你会改变你的很多想法 所以我觉得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这儿 那19岁离开家读大学的那天 我知道未来如果我想做电影 我需要见世面 我是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 小镇青年 连黄河都没过去过 所以我选了一个湖南的大学 大学的四年 我就在不停地工作拍片 就不停地接触 不停地去钻研电影 或者去体验电影 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很感谢的另外一个东西 是叫DVD机 因为有了DVD这种东西 我们这些不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拍东西 可以去捡起你想要的这个梦想 大学毕业那一年 其实我会是有一个offer的 是去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我是一个技术型 比较研究技术的人 所以我会拍 会写 会剪辑 会制作 但是一个offer虽然摆在面前 就十年前大学毕业那天 但另外一个 在你心里勾搭你的事情就是电影 而当时我也知道 我如果想做电影 我只能来北京 为了心中的那个电影盟 大学毕业后 梁威怀揣2000元钱 来到北京创业 电影行业的门外汉 该如何走进这个圈子呢 彼时悄然发展的视频网站和微博平台 给了他很大的机遇 当有了视频网站以后 来北京我找到了一条生存下来的路 做聚角音话 就是我们给视频网站提供 以内容为核心的这种广告 当我们做内容传播 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结合很多的互联网的手段 去推广一个广告 或者去推广一个视频 那个时候我们来北京已经两年了 在那之前 我还是摸不到电影在哪 电影还是离我特别远 特别遥远 总觉得根本进不来 在2010年的7月的那个夏天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西风链》 要在那一年的国庆党上映 他们通过网上看到了 有一帮人在给一个品牌 做视频在传播 他们觉得做得很有趣很好笑 他们说我们能不能 在互联网上 电影做一些推广 通过了网络平台给我们留言 就找到了我们 我们就去跟他开会 对面坐着导演的时候 那种兴奋 上半身的那种镇定 但是腿在桌子下面都在抖 就说哇终于碰到电影了 但是我表面上 又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好像接触到了电影 接触到了导演怎么样 所以我们当时 给这部电影出了很多的主意 虽然最后没有做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方向 我知道了 我能进入这个行业的触角在哪里 所以2010年的年底 我们做了一部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 叫《让子丹飞的营销》 很好的是那部电影 当时的票房成绩非常好 在做《让子丹飞》这部电影的营销的时候 我们同时是在给另外一家互联网的网站 做一个他们2011年的全年的 在互联网上怎么通过做内容视频 帮他们进行传播他们的品牌价值的case 这个case几百万 而给电影 我们做的第一个电影 可能连三十万都不到 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 2010年的12月23号 我纠结了我们团队的几个人 坐在一起开会 我们从晚上七点开到了十二点 其实是我在逼着大家做决定 其实我早就有了决定 就是我终于碰到电影了 那当那个决定做了以后 我们整个团队一年开始 做了电影的营销 聚焦硬化转型电影营销之后 梁薇朝着自己的电影梦 又迈进了一步 在为越来越多的电影 提供营销服务时 梁薇内心的无力感 却在一天天加重 大家今天到电影院 可以看到很多电影 但是普通观众注意的 都是那个top里面的电影 拍好房很好的 但大家看不到后面 还有一大堆电影 我永远不可能只做那个 top one two three的电影 我要做后面大量的电影 当很多电影摆在面前 它离上映只有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候 它需要我们帮助这部电影 推向市场的时候 我们看了这部电影 我们很无力也很难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当它推向市场的时候 会很困难 不管是票房上会很困难 还是说我们的工作 做了很多以后 观众还是不愿意买票 去看这个电影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想要去做发行 2014年下半年年底 直到何老师要拍 《支子花开》的时候 我们就找过去 争取到了这部电影的宣发 做完那部电影以后 我更 其实更迷茫 这种迷茫就是 我们必须 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 本身就是你要生产 优质的 好的作品 所以我们就 痛定思痛 下定决心 回到最初 一个电影 如何从一个想法 到写成一个故事大纲 到找到合适的导演 开机制作 完成了以后 安排他的上映 到今天 我们用了前面 大概1516173年的时间 把这个转变做完了 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在这 说我是一个拍电影的 我不是一个营销电影的 我是一个拍电影的 而且现在我们开始做漫画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喜欢看漫画的人 两年多以前 我们开始做漫画内容的时候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希望漫画 能给未来我们做电影 有一个长期的内容的储备 和人物啊 故事啊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漫画 现在特别火 在全网上百亿的浏览量 我其实很想 晒给大家的就是 你有梦想 你不能做梦 或者也不能天天在那想 我要做电影 你只要去做事就好了 很多人问我来北京 创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做电影怎么办 我说没有 是因为 我没有往后看 从来也不会往后看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梁总的精彩分享 在您来之前呢 我们采访了您的合作伙伴和员工 那您自己觉得 您在他们眼中 是个怎样的合作伙伴和老板呢 我鼓起都是吐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他们是怎么评价您的 梁总啊 热情 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他始终就是对所有的事情 都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特别的大方 特别介意他花钱 人对说我们特别没钱 我们这个天天手指剪用的 对吧 天天打车 可不好 每年年终的时候 就是梁老板会亲手 给每一个同志 都会写一张贺卡 每个人有不同的话 这个觉得应该是 从刚到公司到现在 一直都让我非常感动 那件事情 他真的一路挨了很多 就是质疑啊什么的 所以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然后老板真的那个 你减减肥好不好 原来挺帅的 高一点这个可能不太可能了 那就瘦一点 最好腹肌两块起了 人要重回颜值巅峰吧 因为梁总一直说 只要我们项目能那个 卖出好成绩 他就带我们欧洲十日游 希望他早日旅行 梁总 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要让你减肥 让你重回颜值巅峰 没有 对 就稍微胖了点 但是本来就太瘦 以前只有120斤 现在140啊 刚才最后那个员工提出的 欧洲十日游能实现吗 我觉得不难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现场的观众有什么问题 想要跟您交流 一起来看弹幕 好 梁总心中的 Top3的电影有哪些呀 就我从来不排 那或者有没有最喜欢的呢 比较现实主义的 就是讲身边人的故事 这种电影 我都很喜欢 那您有没有统计过 大概有看过多少部电影 我看片量还可以 读高中的时候一天 大概看四部电影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特地为您量身打造了 一个互动游戏 叫做电影猜猜猜 有没有信心全答对 尽量吧 我们先来看 根据台词猜电影啊 第一句台词 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 千万不要跟最好的朋友 合伙开公司 中国合伙人 正确 扫地只不过是 我的表面工作 我真正的身份 是一位研究僧 这个应该是周星辞 辞辞辞的电影 少林足球吧 乌季应该是少林足球 对 这下一部分呢 是要根据以下剧情的提示 来回答电影名字 剧情一 女主刮了高富帅的车 结果被高富帅批为厨师 对爱情片 真的是无感 三个字 三个字 那我再提示一下 这个女主角之前拿了金马奖影后 那周冬云马思纯他们吗 这太难了 因为爱情片我真的无感 我跟您讲 我对爱情片 好吧好吧不为难你了 对对 是金城武和周冬云主演的喜欢你 下一个剧情 一条鱼实行美人计 拯救地球 拯救种族的故事 你说美人鱼吗 为什么你们把电影的介绍这么说 一条鱼 这个电影一定卖不到三十多个亿 如果这么说的话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吧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青春追梦人 也有问题想要跟您交流 有请吴允哲 梁总你好 从刚才你进来到现在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挺像王宝强的 我在飞机上三次被要签名了 然后我说好我就给他签了 签了我说回头我跟我弟弟说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仅是长得像 身上也有一种共同的特质 就是从草根一路打拼 奔着一个目标 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网上也有人说 像王宝强的这种 草根精神在当下的时代里 是不可被复制的 所以我想问您的是 像您跟他都有着共同的经历 然后你觉得这种精神 在当下的时代里 是可以被复制的吗 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运气很重要 就是很多过来的同学 都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嘛 不坚持你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先要坚持吧 然后至于运气 不是有吸引力法则吗 你相信你努力往前走 就会有人吸引大家的帮助啊 那您是怎么样做到吸引了很多人来帮助你 还有投资人 你要很有热情这件事情 但同时你要相对真诚啊 你不能那么有害感觉 我应该是一个属于比较无害的人 就不太可能伤害别人 因为愿意帮助你的人 大多数其实可能在你身上看到的 还是他们以前的样子 或者说他们走过来之前 也会相信一些事情 也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感觉你还比较认真 就会吸引大家 对 那接下来有请陆广宇 梁总你好 我是与世传媒创始人 因为你本人也非常喜欢漫画 那我想了解一下 在你眼里 剧角的国脉改编 于漫威有何区别呢 区别太大 商业逻辑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其实在尝试走这条路 就是我们的古风系列的漫画 会以动画片的形式 剧的形式 电影的形式呈现 但是这件事情要花很多年 人家那个公司是 七八十年那种 这种成熟体系 我们是 我觉得是慢慢做 但是我觉得漫威的东西 这种认同感其实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武侠 年轻人更能接受的 中国人的东西 其实这些人物 对我们来说也是英雄 但是这种中国的年轻观众 就能接受 我真的做中国的蜘蛛侠 钢铁侠 没人相信 因为电影最终回归到 文化产品上来 还是要跟这个国家的整个 大众的对于自己这个文化的理解 是要切合到 对 你不能太超越 好 我们接下来请郑明正 梁总 您好 我是杭州漫和科技的 联合创始人郑明正 我们是一家 这个三维动画制作的公司 其实我跟您一样呢 其实都是从事这个 技术这一块出生 然后呢 创业了之后 其实发现啊 以前我们聊的是 怎么让画面更有艺术感 怎么去讲故事 等等这一块创意性的东西 但是做了公司之后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情 就是怎么去谈融资 怎么去谈公司的估值 怎么去想公司的管理 那这个是从一个技术 到这边的一个转变 其实是很关键的 你是怎么去转变这个 自己的一个角色的转换呢 我想提一下 实际上其实我就没转过 其实到今天 我也还是喜欢做创作的 我经常跟我们公司的高管们也好 还是团队的人也好 我说其实大家只是各司其职 我没办法 我在我的岗位上 需要负责这几件事情 那我就要把它做好 我说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谁能来代替我做这个事 我也想去做那个事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创业最大的问题是责任吧 说老实话我对管理 对这些融资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步步做过来 我从来没想过能融多少钱 因为我只知道我们需要 就公司的下一步需要怎么做 我们定好了一个目标 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发现我们需要 第一我们需要钱 那我们需要找钱 怎么找钱 那是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要找谁 然后这种 那您在融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 可以和郑民正交流 诚恳一点吧 这个也看运气 不是因为很多人气场不对 我觉得不理解你的人 也不用跟他去期盼他理解你 然后能理解你的人 从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五分钟 可能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所以我觉得谈融资 和谈资本的话 其实更多时候是看运气 这种运气是你要坚持到 碰到那个相信你的人 好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智商之声》独家播出 随时随地想看就看 更多新闻 下载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今天我们请进演播室的嘉宾 是聚角硬化的创始人梁威 节目最后 也请他留下他的创客语录 梦想不能只做梦 也不能一直想要去做 大家好 我是聚角硬化创始人梁威 下期节目 我们将邀请到 航美在线创行公马 唱谈长途出行情景下的 一动互联网心机